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2月11日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是走高的 开高走高 不过成交量还是不到1000亿 成交量只有921亿 最近的成交量一直在萎缩 我们看一下台股的变动 你们发现到 当这个地方跌破月线之后 放大量之后 成交量一直在萎缩 为什么成交量会萎缩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逻辑 大盘的结构在量价的姿态之下 怎么去判断 一般来讲量大攻击 量缩防守 那既然是量 成交量是萎缩的 其实我们重点不是在于他的攻击 我们在于他的防守 那守什么呢 守前低 11月13号的低点 9616点 我们希望9616点 不要跌破 但是呢 其实攻击是最好的最佳的防守 所以台股一直没有办法攻上月线 它的危险度就很高 那你美国股市如果再来一次一个大跌 可能影响就很大 大家会想一个问题 就等于说 台股目前的节奏 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区间整理 9616点 9616点没有跌破之前 它是一个区间 那原先我们希望它往上走 但我们会发现 这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好像不太现实 所以现在是一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 为什么成交量会缩下来 因为大咖缩手 那大咖为什么会休息呢 他为什么要缩手呢 讲来讲去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川普 我们原先认为 川普跟习近平的一个见面之后 在集团体见面之后 释放出90天的贸易战的修兵器 我们认为说 那个部分会吸引到大咖回来 结果隔一天 川普不就在推特讲 他是关税人吗 然后又碰到了利率倒挂 就三年期的公债值利率高于 五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债值利率 所以造成了 大家会担心经济景气不好 然后又碰到了孟晚舟事件 就是华为的公主被抓了一个事件 那现阶段的发展变成中国大陆 开始禁止iPhone来 这个在中国大陆销售 整整林总统很多的事件 以一窝蜂的一个接踵而来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美国又粗言强硬的态度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在3月1号 明年3月1号之前 我们是个这个所谓的应日期 你必须什么 你中国要来跟我协商 现在看起来都是美国站在优势 因为他说我不卖晶片给你什么 不卖晶片给你华为 不卖晶片给华为 会产生什么现象 华为断链 华为的5G断链 因为华为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一个部分 是向美国的一个晶片厂去采购 所以呢现阶段来看就产生很 明明种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出来之后 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嘛 那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今天网通股很强 今天网通股算不错 我觉得今天网通股算很厉害啦 蛮厉害的 像健碍往上走 今天的网通股像8011的台东再往上走 好 网通股转强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很多人以为5G5G5G不是华为 如果晶片不卖给华为 华为的5G基本上可能会断裂 那断裂的情况下其实是对网通股受害的 你就常理来推是这样 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网通设备场就往上走 4906的证文就是啊 他是做微型基地台的嘛 那为什么他会往上走 他跟5G相关啊 那5G不是要断裂吗 提前拉火 也就是说就长期来讲 如果华为的5G这个基本上他开始断裂的话 对于网通股绝对是受害 但是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去惩罚华为 就是还没有禁止美国的企业 这个基本上还没有正式的禁止华为 相对来讲 就会产生所谓的下游客户提前拉火 如果当你了解到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网通股再往上走 但那是短期 长期会受害 好那我先跟各位报告这个东西 好当然我应该这么说啦 所有的产业都受到这个影响嘛 所有的产业都受到这个影响嘛 不只光通讯 网通 甚至呢这个 半导体也受到影响嘛 受到什么影响 贸易战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产业 能够完全避开贸易战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下游的客户下单动作就变谨慎 当他下单变成谨慎的时候 你接单的效应就不大 当你接单效应不大的时候 你的库存天数会增加 当你的库存天数增加之后 就会开始外资降频告诉你 明年的半导体产业不好 对吧 我全部讲外资的判断 所以我刚才谈到 其实没有任何产业 可以避开这个干扰 甚至有人说 这个被动元件一样 被动元件的5G 有没有 如果华为事件受到影响之后 对于这个被动元件的元件需求 会减少 对 我同意 但如果说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不是直接冲击呢 不是直接被雷打到 通常你讲就没那么大 有人说被雷打到其实很惨 对啊 如果不是直接被打到 你不小心被波及一下 那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来开始选一个东西 我刚才谈到 没有任何产业可以避开 这一波的美中贸易战的冲击 但是我不要去找直接被冲击到 譬如说工具机直接被冲击到 那华为事件直接冲击到 叫5G 你现在正在热肉的5G这个设备厂 这个网通设备厂 那我跟你讲过 那个长期你要小心 短线大家要追没有问题 因为它可能会提前拉货 所以业绩动能可能在第四季 表现会不错 这是提前拉货的一个效应 好 我们只要避开贝雷直接轰击到的股票 那或多或少都会被波及 那你股价位接不要太高就行 对吧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向 所以我想 很多人会担心说未来没行情 不会啦 这个股票市场怎么会没行情 没行情是什么 没行情是你没有未来的股票 没有未来股票就真的没什么行情 对吧 比特币已经跌翻天了 你觉得汉迅有什么行情 没有未来的股票就真的没行情 但有未来的股票 即使你股价修正回来之后会涨回去 当你修正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涨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结构就来了 所以有人在问了 那现在我们一般的经验是 现在到农历年前会有一个红包行情 没错 现在到农历年前会有个红包行情 每年都会有 今年不会没有 但问题是要怎么选 我们要如何帮自己加薪去选择类似可以抢红包的行情 那很多人说那大咖不进来就没有抢红包 大咖一定会进来 一定会进来 因为华为事件已经开始 基本上你能够 中国能够反应的部分大概就这样 好先禁止苹果的一个产品 你就不要碰苹果派嘛 对吧 大力光大涨 你就不要碰苹果派 我就很简单嘛 你都没有看可真摔死 你都没有看可真摔死 所以苹果派本来就进入淡季 然后又直接受到冲击 因为中国大陆禁止苹果的这个手机 iPhone的手机销售 旧款的i7 i8受影响最大 好那谁受影响很大 TPK受影响 那竟然还在涨啊 所以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继续买 好TPK受影响 3D压力触控 有没有i7 i8的部分 另外呢瑞宜 受影响 好今天盘中打下来尾盘拉回去 那是因为外资还不肯不肯放手 但瑞宜有没有受影响 他的背光是出给华为的 他的背光是出给这个苹果 所以苹果受影响 他就受影响 好那不管如何啦 那现阶段来看 苹果派不要碰 网通设备短多中空 所以你要碰的话短线一点 工具机目前还没有改善他的一个这个影响 甚至有工具机开始放什么无薪价 有吗 已经开始周休 人家周休二月他周休三日 所以工具机后面会摔下来 工具机不要碰 我们把这三大方向拿开之后 这些是直接受冲击的 那剩下呢剩下就间接受波及 那我们去找那个波及比较小 我们去做布局嘛 就好像这个有外资圈在讲 那个半导体那产业明年会负成长百分之五 这个台积电的总裁吧 台积电总裁为泽家说 明年台积电要成长百分之五 那我问你台积电打回来是不是买点 当然是 你嫌台积电太慢没有关系 台积电供应链嘛 7奈米的优势 对吧 好7奈米的优势 在明年的布局 我会用台积供应链为主 如果我要抢明年农历年前的红八行情 我会以高配息的股票为主 因为明年第一季会走什么 走那个高值利率题材 那你就把我送给你的台积电 大联盟7奈米相关这份资料 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第一档是什么 精力充沛 3529的立望 我218买的今天大涨4.8个百分点 来到240块 有没有 好这一支 这支是公开 我没有我没有纳进来 这支是公开的精测 我400块买的 然后438再买 最近高点已经冲到530几 今天收盘有493块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好股票慢慢再串起来 好 精测是做什么 精测是做7奈米的晶圆测试板 换句话说台积电的晶圆 晶圆片生产出来之后 由这个精测来做测试 指使一家别无分号 在台湾指使一家别无分号 没有人能够去做7奈米的测试 哪一家可以做 你说这个细格吗 不可能做 很不可能做 能够做7奈米测试的是精测 好就指使一家别无分号 所以我当时400块再买 我其实给他本益比是20倍 因为精测今年预估赚20块 明年预估赚23块 所以20倍的本益比叫460 这波的回档修正 就刚好达到那位置 你会发现到有些股票的回档 他为什么能够守住 原因就在于 我赋予了他合理本益比的区间 他的股价能往上走 如果明年台积电的7奈米爆发出来 那精测的获利开始增加的话 我们从20倍的本益比 我们不要说提升 我们不要提升到30倍本益比 我们都不要 只要他获利开始增加 那股价就往上走 好不好 所以除了他之外 这档是公开的 金测今天又来到500块附近 这个可惜了 500块没有占稳 然后我刚才谈到3529的利望冲上来 精力充沛 因为利望做什么 利望做的是7奈米的一个IP 他已经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好那这一部分的认证 而且利望有个好处 他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安全 那我们在做IP的时候 基本上就吸制裁的这一块领域里面 我们最要求的是 我们的晶片不要被人家害掉 那也不要被别人仿冒掉 所以利望有一个安全的这一个部分 而这个部分 这个怎么安全强化版 那这一部分的吸制裁 已经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所以只要跟台积电下单的客户 都有可能去采用利望的吸制裁 这是我非常看好 所以我摆在第一档 叫精力充沛 摆第二档是第二看好 摆第三档跟第四档 就比较没有那么想那么多了 那第五档是我跟你谈到的 待会来谈好 好那35档基本上 比较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第四档在今天拉到掌铃板 对吧 我叫做策马奔腾 我取名叫策马奔腾 好 什么策马奔腾 3653的建策 拿到掌铃板 冲上来 有没有 你拿到这份资料你就知道 当它修正回来之后 股价开始冲上来 有没有创新高 我的建策在今天创新高 好 建策这一档 基本上我原先是有两组会员在买 后来有一组会员转到了另外一档股票 叫做碳化系的股票 我们待会来谈 有一组是保留 所以在今天冲上来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相对来讲 那建策在今天冲上来 掌铃板 好 冲上来掌铃板之后 你会发现到 看起来这个7nm的优势出来 建策做什么的 它是做均热片 所以它打入了AMD跟Intel的供应链 那这一部分呢 是用在这个 相对来讲用在中央处理器 那另外呢 成为NVIDIA的车用晶片均热片的唯一供应商 独家 它是AMD的7nm独家散热 好也是什么 也是NVIDIA的车用晶片的独家散热 所以基本上它就独家了 有两个独家 所以基本上独家 所以这是一个7nm的优势 我们在讨论的部分 它是散热片的概念 但是呢 因为 你不管你CPU什么 你都要散热 你的中央处理器需要散热 所以能够做到7nm散热的 OK 它是AMD的独家 好吗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就等于说 它还有一个题材 叫碳化系 这一部分 比较关注的 其实并不在这个建策身上 它应该在哪里 它应该是在 加金身上 所以我们另外一组会员 就从 这个转到加金上面去 好 我们待会来谈一下加金 现阶段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当建策拉起来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7nm的优势开始起来 当力旺拉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7nm的优势开始起来 力旺就是标准的台积电7nm 建策是AMD的7nm 好所以相对来讲 这是7nm相关的股票 好另外一个部分来看 就最后一档 就这份资料里面的最后一档 第一档是精力充沛 最后一档叫金铭能干 这档我还不公布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我刚才谈到 我说红包行情我们要怎么抢 好要怎么抢 就抢那个明年的第一季 会做高配息题材的股票 那高配息一定什么 第一本一笔 对 因为它EPS一定很高 那为什么要第一本一笔 代表它目前的股价位积没有很高 所以最后一档 金铭能干这一档 它是做静电保护原件的 它打入了AMD跟NVIDIA的供应链 所以这一部分除了7nm的利基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它的产品通过了车规的认证 对明年的爆发力来讲 这档金铭能干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 好那这档金铭能干呢 我告诉各位 今年预估赚7块钱 今天它涨了4.5% 股价只有68块 我们各位 是不是代表的 它的本益比目前还在10倍以下 我光从今年来看 我们不谈明年的爆发力 所以今年来看 它的北比就在这个10倍以下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 今年可以赚7块 如果配你4块钱了 我配你3块半就好 你的殖利率是5%以上 比你放在银行定层都来得高 所以这一类股票后面一定爆发上去 一定爆发上去 对吧 这才是我们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所谓的金铭能干这两个股 我认为它爆发力 这个至少它具备了高配息的题材 像这种状况之前我们也做过 或许它在短期间来讲 不受市场的一个青睐 比如说我们之前买的新手相连 你还记得吗 我45块买的新手相连 那一度被打到42块 结果今天冲到53块 对吧 我们当时在预估新手相连加6213的年貌 我们当时在预估新手相连的时候 我们不是预估今年预估可以赚5块钱吗 前三季赚了4块多一点 全年度可以赚5块钱 然后买在45块是买在本一笔9倍 那买在9倍呢 虽然短期间受到一些逆风 有没有这一段是受到逆风 这一段不要压压压压压 压了外资天天卖 结果还是要冲上去啊 到今天已经来到53块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选择类似这样的股票来做 我们的安全度就很高 另外一档 我们同样吗 3227的原相 当时我买原相的时候是83块 我跟你谈过83块 我买原相的原因是 原相的今年会赚7块 明年可以赚8块 所以我买的本一笔大概在11倍到10 如果用今年来计算大概本一笔在11倍到12倍左右 但是用明年来计算本一笔大概10.5倍 结果原相呢 从80块一路涨到哪里 一路涨到101 有没有就这一段涨上来 好 连茂跟原相我们都获利下车了 但是我要谈的观念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如果选择的个股 它具有所谓的低北比的优势 但是我们就不怕它的震荡 像这样的股票还有很多 只是市场没有发现 每一次股价在往上走 你看买那个6435的这个 大宗的时候买93块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今年大宗一估赚9块半 那我买93块是不是本一笔在10倍 10倍以下 结果大宗冲到了将近100 130吧 120几 130 冲到了130 最高冲到132 可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市场没有发现 有没有 我们在买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 市场是没有发现的 等到市场发现的时候 就往上冲 像这样股票很多 尼克森也一样 我买30块的尼克森 结果它可以冲到39块 为什么买30块尼克森 因为它的本益比 它今年预估赚3块钱 我买30块是本益比在10倍 当它冲到39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伤就赚9块钱 有39块去调 开始做调整 这就是我们常在讲 如何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找到机会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点 是你往哪个方向走 现在大盘的节奏 我应该这么说 大盘比较偏向是一个整理盘 但大咖未来会回来 所以我们的主軸很明确 主头还是在台积供应链跟7nm的优势 然后另外再去寻找高配息的题材 去做明年的农历 农历年前的抢红包行情 欢迎各位可以跟上我操作的脚步 先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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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